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好久没有来户外录视频了 入冬了 就是秋天我们这边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那入冬了之后又到了一个介绍麦克风的季节 反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新的麦克风的产品出来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不是无线麦克风 那是用在相机顶部的这种枪麦 它是什么牌子 它是地听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 那爱图是这个灯光品牌大家应该都是清楚的 而地听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麦克风的品牌 那今天要介绍这款麦克风是这个地听的 叫做VMic D4这个型号 那这个型号的话它是做的枪麦 所以它的大小的话实际上和罗德的这个video mic 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从现在大家听到的整个这个收音 其实就是从这款麦克风收出来的 那要提的一点就是在它的这个外观上 那外观上的话其实它的设计很简洁 那其实就是一根黑色的这样一根管子 它的指向也是和所有的这个枪式麦克风一样 它是一个新型的指向 所以它收音的话是直接对准发声的物体 来做一个收音的物体 我不能讲自己是物体 对准这个发声的人物 来做一个收音的指向 那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要去收音到 比如说马路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方向 那你的麦克风只要转过去对准那个方向就好了 那你在室外的时候你就举着相机这样拍拍Vlog的情况 那你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声音效果 而这类型的枪麦最大的一个好处 我个人认为就是它并不需要去充电 相比起可能无线麦克风 虽然你可能没有不能走到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去做一个拍摄 但比如说你只是边走边说做一个旅行的视频的话 这样你是不需要担心一个充电的问题的 那你放上一块的干电池在里面之后 它的待机时间最长可以达到56个小时 那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时长还讲的话 基本上应该也不说基本上肯定是够你用的 对吧而且你也不需要任何的开关 那你只要开始拍摄的时候 相机一开机它就自动识别 然后就开始录制 你就你的声音就是通过这个话筒录制进去了 那其实这个音质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我觉得除了罗德之外 然后现在做的麦克风收音在这个枪麦上收音做的比较好的 那地听是比较让我惊讶的一个品牌 那包括他们的比如说小蜜蜂或者是他们专业的 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影视方面的这种枪麦 那包括这一款这个Vmic D4 它的这个收音效果都是非常扛打的 那其实大家已经听我讲了这么久 应该是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那它的兼容性来讲 那除了比如说和你的相机连接之外 那比如说你要连接在你的手机上 那连接在你的电脑上 都是可以这样一个处理的 那它的这个转接线也是从3.5毫米的这个音频转接线 你也可以切换到这个Type-C上去做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转接 那同样你也是不需要去做任何其他的转接处理 插上就可以用了 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无极的这个增益调节 那它的这个范围呢是从-5到10 那其实在特别是对于在相机录制视频的朋友来讲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 那你只需要去拨动它的这个波轮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大概想要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大小的范围 那很多人之前有在我的视频下方有留言 有人问到就是为什么它录出来的声音 有时候会过抱用就会过小 这个牵扯到一个问题 大家要会看你的相机收音的这个波形图 现在的话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拍一下 那我现在就直接用我手机拍我相机的屏幕 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好的 那 好的那现在在我说话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hannel E和Channel R 就左右声道的它的这个波形 就我说话的时候它的最大音量是到哪 那你在录制的时候呢 最大音量也就到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说话再大声一点的话呢 你会看到它的会冲到顶端 那会发红 那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你的声音就是一个过曝的情况了 那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当然是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我比较好啊 那我正常说话的时候 我的音量不会到那边去 所以我就控制在这个区间就好了 那当然了比如说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好啊 那也没有什么风 那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户外遇到有风的情况 当然它也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防风罩的 这样一个设计啊 那在遇到有风的情况里加上这个防风罩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个风的这个呼呼声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那大家现在听到的呢就是 我虽然自己现在不能听啊 但是我基本上能感受到是个什么效果啊 就是我现在相机 索尼相机自带的这个麦克风录出来的一个效果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是非常糟糕吧 那我现在把它又切换到我们这个地厅的V-Mac第4上面去 那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地厅的这个V-Mac第4的这样一个收音效果上来 差别应该是很大的吧 那所以其实如果有做Vlog需求啊 或者是一些做视频拍摄的朋友啊 那我相信这个地厅的这款V-Mac第4是一个你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啊 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做Vlog的拍摄在室外的话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这种枪型指向的麦克风的 好的那刚才的话呢 我是用的是我的相机是放在我的三角架上的啊 那其实平时我做Vlog并不是这样拍啊 那我都是直接这样拿在手上 那大家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手上呢 我已经从这个三角架取下了啊 那现在就是完全是我一个手持拍摄的一个情况啊 那平时平时我做Vlog就是这样一个拍摄的情况 我就要拿着相机这样拍 那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选择啊 那比如说我觉得大家在做Vlog拍摄上 其实完全是可以考虑这个枪型的这样一个麦克风的啊 收音效果是非常有保证的 这期视频呢就先是这样了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话最后想给大家说啊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就希望大家都平安吧 那我们就先这样呢 我们就下期视频见 拜拜